智利圣河赛同矿去年8月5日发生矿难 33名矿工被困在700米的井下 直到10月13日才被成功营救 33名矿工中目前有14名工人 声称因身体或心理原因需要提前退休 退休后他们将领取每月540美元的养老金 智利第一夫人莫瑞尔 在昨天举行的仪式上 向这些工人颁发了养老金领取证书